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昨天在众议院参加了关于沃泰华抗疫活动的紧急辩论 这次抗疫活动目前已经进入第二周 特鲁多表示正在沃泰华进行的反强制疫苗抗疫活动必须尽快停止 抗疫活动正在封锁加拿大的经济民主和国民的日常生活 据估计中心区的示威活动每天仅警察一项就花费了180万至220万元 沃泰华正在统计与抗疫活动有关的所有额外费用 并将在抗疫活动结束后向上级政府寻求赔偿 近日反对强制疫苗接种的车队示威不断严重影响各地交通 抗疫者阻止通过连接岸省温沙市和美国底特律的大石桥的交通 并在车辆上贴有要求结束新冠疫苗接种的标语 大石桥是加拿大最繁忙的国际路路过境点之一 也是运输货车的主要路线 公共安全部长马可门迪·奇诺在众议院表示 政府已经批准了加拿大皇家骑警的请求 为抗疫活动提供额外的安全保证资源 如果执法部门发现自由车队有邪恶的资金支持 联邦政府将有能力采取行动 他的评论是在对资金支持可疑来源的广泛猜测之后发出的 目前100万元已经发放给抗疫活动的组织者 用于燃料食物和住宿费用 其余的钱将直接退还给捐助者 虽然有关捐助者他们的位置和意图的信息仍然有限 但沃台华警察局长彼得斯洛利在上周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可能与美国有关系 抗疫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塔玛拉利奇在一段视频中说 他们正将捐款转到位于美国的Give3Go 该平台自称是一个免费的基督教重头平台 该平台的联合创始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自由车队已经成为Give3Go有史以来最大的活动 在不到24小时内筹集了超过450万美元 门迪奇诺今天表示 加拿大有一个健全的情报系统 将向政府提出国家安全方面的关切 并在加拿大皇家骑警内部有一个单独的部门 负责调查这些问题 加拿大总理贾斯汀·杜努多 昨天在众议院参加了关于阿泰华抗疫活动的紧急辩论 这次的抗疫活动目前已经进入第二周 杜努多表示 正在阿泰华进行反对强制疫苗的活动必须尽快停止 抗疫活动正在封锁加拿大的经济 民主和国民的正常生活 据统计市中心的示威活动 每日紧警察一项就花费180至220万元 阿泰华正在统计抗疫活动有关所需要的额外费用 并将抗疫活动结束后向上级政府寻求赔偿 近日反对强制疫苗接种的车队示威不断 严重影响各地的交通 抗疫者阻止通过连接安省和温沙市 和美国抵特律的大使桥的交通 并在车梁上贴有要求结束新冠疫苗接种的预标 大使桥是加拿大最繁忙的国际陆路过境点之一 也是运输货车的主要路线 公共安全部马可·门迪奇诺在众议院表示 政府已经批准了加拿大皇家警察的请求 为抗疫活动提供额外的安全保障资源 如果执法部门发现自由车队有邪恶的资金支持 联邦政府将有可能采取行动 他的评论在对资金支持可疑来源的广泛猜测之后发出 目前100万元已经发放给抗疫活动的组织者 用于燃料食物和住宿的费用 其余的钱将会直接退还给资助者 虽然有关资助者 他们位置和意图的信息仍然有限 但阿塔华警察局长比特斯诺利 在上周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可能和美国有关 抗疫活动的组织者之一 塔玛拉利吉在一段视频中说 他们正在将捐款转到位于美国的Gift Send Go 该平台自称是一个免费的基督教众筹平台 该平台的联合创始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自由车队已经成为Gift Send Go 有史以来最大的活动 在不到24小时内 囚集超过450万美元 麦迪奇诺今天表示 加拿大有一个健全的情报系统 将去政府提出国家安全方面的关切 并在加拿大黄家骑警内部 有一个单独的部门 负责调查这些问题 拜拜 字幕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